來 來了 我以為我不打電話你 你不會去找我 坐吧, 我泡一杯咖啡給你 這杯咖啡很特別, 我沒喝過 這是我們店鋪的招牌, 叫網休咖啡 很多不開心的客人來都會叫你喝 喝完就會找到他們要的答案 他們就用這個方法去找到你的目標 他們就不在管理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小丑 我們每天逼自己戴著面具做人 去扮演一個符合社會規範的自己 我在外國長大 我爸爸就是一個職業小丑 我中學的時候, 有一個高年班的同學 經常欺負我, 打我 他還… 我很害怕, 我害怕得不敢上學 我只敢晚上睡覺, 做夢的時候 一刀一刀地拆在他那裡 我是日後自己報仇 不過我爸爸跟我說這樣是沒用的 痛苦是不會自己消失的 我要靠自己去解決 我想了很久 翌日我就約了他去了湖島 從此他就沒有再出現過 也沒有人再敢欺負我 我把我這個想法分享給我的朋友 我還是想他們可以放下一個面具 釋放自己 這樣問題才可以得到解決 我做的所有事都是為了大家而已 很容易可以透明開心 但可能我才發覺 原來做小丑 每一天都好像身為地獄一樣 有所謂的 等到那個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雖然虎玉樓的小丑 最後選擇自殺 不過我相信他死的時候 心裡一定是很痛快 那張世希呢? 你有沒有跟他灌輸你的理念? 還是他不聽你說, 所以你殺了他 張世希痛苦的來源就是他自己 唯一的方法就是毀滅自己 不過可惜他想太多 我就幫幫他 其實你好像抹了我小手嘴 沒有人知道是你做的 我答了你這麼多 不如你回答我一個問題 五年前那個實驗 你最後有沒有來找我? 你也沒來, 現在說不好意思 我沒有出現是有原因的 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情緒很低落的朋友 他很需要我幫忙 誰知道那天我遇到你 因為你, 我錯過了他的電話 我到現在都很後悔 翌日, 他在我面前自殺 所以我沒來找你 你知不知道 一個人可以忍受的痛苦是有上限的 如果不用我的方法解決 有些人根本不可能生存下去 不過你沒經歷過痛苦 你不會明白的 還有一件事 你曾經跟那個寶英在沙灘裡 你知不知道 那時候我就在附近看著你們 ¿ido啊? dog 你幾個�eron 喂? 總之這麼明明的機會, 都可以撞到 我很想知道你和寶英會不會讓你和我 更有緣分 我設計了一個緣分遊戲跟你一起玩 你對寶英做什麼? 你別浪費時間問這些無謂的事 我剛剛發了一個包裹去發證報 現在應該到了 裡面有我給你的線索 你有五個小時時間去找他 如果我找不到, 我想你們也不會再見面 如果你不想錯過TVB的精彩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鐘, 訂閱吧